- 一个扣人心弦的演讲 从题目叫要能够抓住人心 还要让你思考 那康杰他带的题目 我从哪里来 短短几个字 就让我们省思 这是个认同的问题 我从哪个家庭来 我从哪个国家来 还有我的心 从哪里来 那也正如同康杰的演讲中所说的 这不只是一个地理的问题 也是一个新的归属的问题 那康杰认真的康杰 其实他在这篇演讲之后 他还有在准备另一篇演讲 来应付不同的比赛的模式 那我可以跟你说 身为一个台湾人台北人 我更喜欢这篇演讲 但是为什么呢 因为台湾人渴望被认同 那更何况是一个 身为有个外国人脸孔的你 讲述了这故事 更是能够抓住大家的心 那纵观来讲 我觉得你这篇的演讲 几乎没有罪句 也没有罪词 因为各个故事之间都是很紧凑 然后连接着你对台湾的爱 然后里面也充满了很多 设计的小巧思 幽默的点 像他原本在教室中 是被说他是半个台湾人 但到最后他跟人家介绍的时候 他是说他是一个台湾人 甚至他在介绍他家乡特色时 他不是说美国 是说台湾的美食 那在料理上 他也煮的是台湾的各种料理 那我觉得更让这篇演讲 推上更高的一个层次是 他让情感上的加持 由于疫情上的影响 他回国的时候不是选择美国 是渴望回到台湾 那我认为中文演讲 要怎么样提升到另一个层次 总是要善用字词的优化 那善用台币 辟喻和对比的运用 总是可以让你的演讲更加的丰富 那我认为在你的演讲中 像你可以煮饭的那边 你可以说 我早餐吃的是台湾的永和丼姜 中餐吃的是台湾的麻婆豆腐 点心吃的是台湾的葱抓饼 这样一口气制造出一种节奏感 就是一个排币的运用 那辟喻的用法上的话 可能在你结尾之处 你说到可能你想回到台湾和美国 在抉择之时 你可以说到疫情的影响 我的心就像是沉到了湖底 无法掀起了一点波澜 难道真的只有回到美国这一途吗 就是利用那种批语的方式 讲述你的心沉到更沮丧的阶段 那我认为在你演讲中 因为我记得下一次演讲 仍然是线上模式 然后你在你的演讲中 有讲到明台这部分 我觉得你可以设计一个小桥段 因为你之后有说到 原本我就只是个过客 那你可以之后说 好但是我的心的归属 然后词开来是写着台湾 对那我觉得纵观来讲 善用你原本的舞台的技巧 还有字词上的一些小运用 我认为能够击挡你的 就只有网路上的部分而已 好那这是我的讲评 谢谢